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9% 收涨于31.27美元一桶 还未突破震荡盘整的格局 美油的上涨主要是委内瑞拉石油部长周四确认主要产油国将于3月中旬就油价问题召开磋商会议 美国EIA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月19日当周的原油库存增加350万桶 周四美国能源部的报告称 原油库存增至记录高位 美国能源监控公司Genscape尤其强调了库新地区的库存变化 2月19日至24日 库新原油库存增加了近50.3万桶至6750万桶 按照现在的速度 库存地区的储油设备将在4到5个月后达到极限 受此影响 周四原油开盘后下行一度下跌近3% 随后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称 委内瑞拉 沙特 俄罗斯和卡塔尔将于3月中旬召开会议 希望能就冻结产量一事有所进展 他表示 该四国也正在计划在6月进行新一轮的商讨 受此影响 油价飙升至31.66美元 另一方面 美国昨日公布了1月的耐用品订单月率为4.9% 远远好于预期的2.5% 为近一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旧金山联储主席John Williams昨日称 美国经济目前正在稳步增速 虽然油价还将在低位持续 但预期通胀将在两年内达到2%的目标 即使欧洲和日本都采用了负利率 美联储在可预见的未来采用负利率的可能性非常小 ACY希望国际认为 原油目前的价格受消息面的影响较为敏感 低油价已经导致产油国和生产商面临众多问题 能源债券的违约率也正在攀升 尤其是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商借贷较多 如果油价继续低迷 将有更多的生产商出现违约 根据美油的4小时走势图可以看出 RSI强弱指标为60 当前为微弱买方市场 双线MACD的差离值为0.1991 当前的价格虽然位于周线移动平均线30.38以上 但正在震荡盘整等待突破 交易者可以采取突破支撑位做空 突破阻力位做多的策略 2月26日重点关注 北京时间21点30分 美国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23点 美国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止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市场分析 如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